周日 数十名洛杉矶法轮功学员 在洛杉矶蒙特利公园市繁忙的街头 打出退党团队师福 法办江泽民等横幅 同时 还有40多辆汽车组成的车队游行 共同庆祝超过3.6亿中国人认清了中共 退出其相关组织 3.6亿人退出中共的组织 实际上这只是一个很保守的数字 这些数字是在退党网站上 具体的有统计的数字 其实从这个数字来说的话 也是表示人们对中共的一个认清清楚的认识 这是一个觉醒 这意味着就是人们对于共产党的一个重心 不少中国人在现场进行了三退 即退党 退团 退队 对共产党的邪恶 尤其是迫害以真善忍为做人准则的法轮功修炼团体 移民美国的青阳谴责中共没有人性 江泽民啊 主要那个罪悔获胜还是他嘛 对啊 我不知道他哪根金打住了 要对法轮功开刀 法轮功到底是对这个国家 对这个民族 到底是有什么破坏 有什么审害 到底带来什么灾难 灾害 没有 没有啊 他为什么要这样做 搞不搞 还有抓捕 很多人抓捕 还有就是听说了就是说那个什么 人体 国的人体 这都是个残酷的东西 剥夺人家生命 这个绝对是太产无人道 太没能性 从小遭受中共统治 曾经经历饿死几千万人 三年大饥荒的黄太太表示 全家为躲避中共独裁 在70年左右逃到香港 后来又因中共要收复香港 逃到美国 我听看报道是太残酷了 对法轮功 法轮功也没做什么对人民不好的事情 他们为什么迫害法轮功 我也觉得是心里很气愤 特别江泽民是这个东西是最坏的 以前我们知道他是怎么上位的 他完全是开马屁 镇压这个民族人士上位 最后 洛杉矶退党服务中心负责人 李海伦女士表示 今年美国大选是社会主义 与自由社会的博弈 提醒美国人认清局势 同时呼吁没有退出中共组织的中国人 抓紧时间与中共划清界限 选择光明的未来 新唐人记者李佳音 洛杉矶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